究竟你是撿斗還是食斗? 不是,食斗,因為在英國和法國打仗的時候 那一百年,打到最後,打到每個人都頂了 當城裏的人將所有剩下的糧食,組在一起 煮一大鍋的食物,分派給士兵,振奮他們的士氣 因為這樣慢慢打贏了 煮好食物後有沒有打爛的? 沒有,虎虫舟,他們沒有讀中國歷史,你解釋給他聽 你開下一張照片,看看那些什麼是Casole Casole有很多豆,裡面有很隨意的 看家裡有什麼,所以每一家都有不同的組織 有些是找油蜂鴨,有些是加香腸,有些是加煙肉 但你怎樣煮都好,我問過,因為我進去吃的時候 你那些東西是怎樣煮出來的? 一開始一定是做西餐,有兩樣東西要拿的甜味,一定是在那裡拿的 即是像意大利的Sofito,法國一樣是這樣的,洋蔥,紅蘿蔔 意大利是加西餐,這裡沒有加西餐,洋蔥和蘿蔔 大梅香 就是這些調味香料的東西,先將它的甜味煮出來 然後再加一些香料,香葉,迷迭香 那些是很合適的東西 然後再加一些草莓,加一些草莓,腸,煙肉,這些東西 或者其他找到的配料,這是很家常的,每一家都有不同的做法 我去吃這個,而且它的裝備的器皿很特別,它是用陶土的器皿來掃的 很流行的,由土耳其開始都是這樣 客家的菜都是用撥頭,類似這樣 其實這是有科學根據的,因為陶土吸的熱會保存在裡面 不是鐵兜這樣炸,一會兒就散開 你這個沒有科學根據,以前很難煮過鐵的出來 現在說的是十三世紀,十三世紀的時候是用蠔粗的器皿 現在就方便了,以前的人現在看到的,不是夜蘭土 比日本城還兜貓的,五元一個鐵兜 這麼便宜嗎?不值錢 那個人說,你買來做什麼?我做貓兜 我貓兜很貴的,你知不知道買一個貓兜幾百元 貓兜給狗吃的,現在很珍貴的 下一張照片請你做個close up 我這裏有 上腿而已 它只有一件,可以是上腿可以下腿 我不要上腿而已 頭頭尾尾都可以的 你看到這個豆 豆最重要是煮至軟,但不要爛 這個人需要用幾個小時的火,很慢 最重要一件事,豆不能夠老 因為通常那些豆老,你想煮爛它,它是爛,裡面爛了 但因為它老,外面的豆殼 有一層在那裏 你吃得多,覺得,哎呀,纖維真的多了 很多時候是脫了豆殼 殼就是硬碎,裡面就溶掉了 我不喜歡吃那種粉粉的那種 那你就叫它不要那麼熟 不行,這個是要用幾個小時 慢火慢慢煮,加一些東西煮出來 你看到粒粒分明 軟,但是不爛 下一張 有一段腸在那裏 你擺個姿勢很肉酸 我擺個什麼姿勢很肉酸 你看腸這樣擺得很肉酸 不是應該怎樣 我有個橫切片給你看,看到裡面是怎樣 放下去那個豆裡面 下一張或者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老實說,那些又不是多撿 你就會留起而已 根本撿少不用放一個羹在那裏 對啊 拿起它,粒粒分明 你看到不是爛 是粒粒粒在那裏 這個其實是很特色的一個東西 但是因為我自己的口味不適合 所以我就覺得 雖然我不喜歡吃豆 但是我都要去到那個地方 怎樣也要試 試一次是應該要的 那我就試了一次 其實這個挺好吃的 因為有很多的鴨、豬肉、香腸 放進去 煮一陣子 汁很豐富 但是你說好不好吃 真的要見仁見智 我就覺得 吃這些東西吃一次就足夠了 你不要說,千萬不要吃那麼多豆 消化有時候也挺難接近的 在這裏除了在餐廳吃這個之後 下一張照片 還給你看 你也沒有給我猜 剛剛想猜你 我以為是下一張照片 Sorry,我跳了一張照片 再下一張照片 在超市一樣有這些 又是一瓶一瓶 你就這樣看 你有權覺得 有點像潮州的豆醬 點魚的豆醬 普寧豆醬 對,很像 都是有些醬汁 我剛才吃11個多 這瓶要15元 在超市裡面買 這是特色菜 喜不喜歡吃,見仁見智 但這真的是當地特色菜 好像臭臭的樣子 不會 你不要這樣 日本的納豆就是這樣 納豆我喜歡吃 看見這樣,你不會覺得 納豆不是臭的 納豆不是臭的,納豆不是臭的 納豆不是臭的,我覺得挺好吃 我知道每個人看法不同 像是榴槤一樣 臭豆腐榴槤 我每樣都吃 我的臭蟹出臭草 我什麼都吃 你以為便宜嗎 你買臭草煲這個海帶 所以這個就是當地的食品 當地的超市 如果想有興趣買瓶回家試 也可以買瓶回去試 多大瓶 你一個人吃一個人份量 不是吧 吃到你嘔吐 一個人份量 即是普通罐頭的尺寸 罐頭尺寸 你看到這個牌 十五元那個是五上大 有二千年歷史的古城 知道他的歷史 走過他裡面的小路 城牆 再吃到他的當地 我以為這個歷史的淵源 應該當他們發掘這個古城的時候 或者這個古城裡面找到一些古墓 竟然找到二千年來的豆 還能吃到 你覺得是二千年來的 不會 古墓是嗎 古墓是 白了下去 很多年都沒有人理 但這個城是不斷地在演變 由二千年來的 我以為師傅說 回答 這個城裡面有個古墓 不是那個城 城裡有個古墓 沒氣了 到你了 我不知道這個怎樣 但是有一些東西 真的有些人 你製了這麼久 譬如你本來很喜歡吃豆 半年多沒有豆吃 你會怎樣 如果你很喜歡吃 一有得吃就拿上去試一下 沒錯 就算我回香港吃雲吞麵 喝奶茶 第一件事就是 一出關隔離完就去吃雲吞麵 黃三黃太你認識 真的要約他喝茶 我想 我約了他喝茶 因為他終於回來了 我想他回來了就覺得撿身材了 這個是現實上 一個真的要給香港政府知道的例子 他們真的被人熔斷了五次 我以為四次熔斷是極限 第六次才回來了 不是說第五次回來了 他們中間還換過航空公司 不是說換了 一換換了又撞對 他不知道走到別的地方 想從別的地方回來 原來他告訴我 我兒子住那裏沒有魚吃 他那裏也算近海 不近 也不近 他說 我女兒那裏就行了 我女兒那裏百明漢都笑了 有一支魚滴 有一支魚吃 兒子那裏就沒有魚吃 黃先生黃太太很喜歡吃魚 那千萬不要去歐洲 滴了很久 我打算請他去香港仔裏 預算了位置給他 他臨上機前 給了一千多元做PCR test 航空公司司通知他 哎呀又熔斷了 真的不眼閉 這千多元真的是冤枉 沒有海鮮吃 我會安排飯局再請黃三黃太太 叫我叫我 一定一定 那我就先和你喝茶 不是雲吞麵就黑有燒賣 這些適合 很適合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